手指形态有些弯曲无形 特别是小指往外靠 和子女缘分不深 子女有一些叛逆难养 手心来看的是典型的木刑手 木人多思善谋 不善决断 掌面轮廓也见棱角 偏筋骨质 做事有毅力能坚持 自尊心也强偏敏感 容易被小人利用 特别是在职场上 从太阳线被两条斜纹干扰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掌纹来看是典型的穿掌 穿掌人的独立能力强 敢闯敢干 利于事业闯荡 但是不利因缘和感情 生命线来看 40岁之前锁链重重 出生家庭环境一般 生命线初期也不见希望纹 早年学业受限 人生起点并不高 中年阶段也是显得异常的辛苦劳碌 同时生命线上面的流苏 代表注意肺部的保养 事业线是有 但是事业线止于脑线下方不冒头 事业受学识所限 好在川长人好闯荡的个性 能够打开一些局面 脑线和琴线之间 也见神秘的十字纹 环境适应能力非常强 能吃苦耐劳 40岁之后 生命线变得清晰深刻 运势逐渐的提升 也到了收获的年纪 典型的仙苦厚甜的命局 不过感情线倒是有些杂乱 中年还建一个小岛纹 会议当中是中年欲危机 财运方面 本来元宝财库已经成型了 但是由于川长 生命线和脑线有间隙 有开口 所以元宝财库建开口的话 财库一漏财 有财无库 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